大家好 我是Tim哥 誰要聽你開場啊 我要聽大家最想知道的iPhone 11 Pro跟11 到底要選誰 那我們就今天換這一題 大家在看我分享之前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3 2 1 開始 我跟你講 像以Tim嫂來說 其實到今天為止 非常多人來問我到底要買iPhone 11 還是買iPhone 11 Pro 對不對 對 好 那這兩支差異有幾個點 我先講一個 比如說Tim嫂最care的重量 對 對不對 iPhone 11是194克 低於200克 但是iPhone 11 Pro的話是188克 有沒有變小一點 因為他比較小啊 因為什麼都比較小啊 因為我們先講一下iPhone 11是6.1吋 iPhone 11 Pro是5.8吋 iPhone 11 Pro Max它是最重的 因為它是6.5吋 所以它的重量是226克 因為我發現到現在很多女生問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拍照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它重量到底重不重 所以反正11跟11 Pro 在這一點的話 就是11是比較重一點點了 但是我今天就不把Max拿出來講 那個現在不在討論範圍 你可以focus在我們今天的重點嗎 不要偏題了 OK 電池容量來講的話 iPhone 11的話是3110 但是iPhone 11 Pro的話是3190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沒什麼差點 沒什麼差對不對 講完剛電池跟重量 我還是把一些基本的規格 讓大家快速指導一下 那基本上他們共同的就是 它內裝就是A13的處理器 然後第二個是 它都是Wi-Fi 6的晶片 Wi-Fi 6晶片好處是 其實連線速度會夠快 比較快 對 所以現在 現在其實很多的安卓的告誡期限機 都已經支援到Wi-Fi 6 所以蘋果有跟上 然後兩個都是IP68 但有差異 iPhone 11是2公尺 水深2公尺 30分鐘 但是iPhone 11 Pro 是水深4公尺 30分鐘 其實還是不建議啦 不建議拿去泡水幹嘛的 稍微潑到還OK 我跟你講大家不要 真的不要來做什麼實驗啊 你壞掉也是你弄的事啊 我是覺得手機就是防潑水就好了 好我們來講一下它螢幕 螢幕也不一樣 像iPhone 11的話 它是IPS的技術的LCD的螢幕 但是那個iPhone 11 Pro 跟iPhone 11 Pro Max 是Super Retina XDR的OLED面板 Retina Retina OK OK 再來講到對比度 它是200萬比1 iPhone 11 Pro跟iPhone 11 Pro Max 都是這樣 但是iPhone 11是1400比1 亮度的部分 iPhone 11 Pro 標準是800尼特 亮度 但是iPhone 11是625尼特 說真的這個肉眼真的很明顯嗎? 老實說 除非是說真的對畫質非常要求 或是對於你看劇 你有很大的品質要求 你說到重點 今天如果你是很重視螢幕的顯示技術 跟打GAME 解析度夠好 看 這樣比較漂亮 或者是像 像我們助理喜歡追韓劇 看下來的解析度 就是要夠細 要看著那個 可是我720p就可以了 我是不追求的人 有些人很追求幾K 4K的我都不知道 所以在螢幕上面 老實說 在iPhone 11 Pro跟Pro Max 是有它厲害的地方 但是像你們剛剛講的 你們這幾個 你們這兩個 不會糊到太朦朧就好 絕對是不會糊 只是說兩個比較起來 還是有一點差異 比如說亮度來講 一個是800尼特 一個是625 就是真的會有一點差 說真的 我用 因為我是用10X Max的人 我是覺得說 對 它的螢幕是真的比較漂亮 沒有錯 好 那我們再講到 它的背後 它背後 應該是整個外觀的 iPhone 11是玻璃 加上鋁金屬 可回收百分之百鋁金屬 就是邊框 但是 iPhone 11 Pro跟11 Pro Max 所以難怪它的Max 這個比較重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它就是真的會比較重一點點 最後 我們就講到鏡頭 因為它這一次的更新 鏡頭上面 其實是最大進化 但是11跟11 Pro 最大的差異就是多了那個 11 Pro多了第三顆鏡頭 就是望遠鏡頭 也就是說 你今天買到iPhone 11 它是有廣角鏡頭加什麼 超廣角鏡頭 超廣角鏡頭 就是0.5的超廣角鏡頭 然後他們的背後拍照 全部都是一千兩百萬畫素 對 多了這個望遠鏡頭 它就等於可以做兩倍變焦 對 如果你有超廣角鏡頭的話 就是有120度的超廣角拍照 那這邊 我那天跟一個好朋友聊過天 其實他是支持iPhone 11 他不支持iPhone 11 Pro 我問他說 為什麼 他直接跟我講一個答案 多了那顆望遠鏡頭 你可以兩倍變焦 沒錯 但是你iPhone 11 你用數位變焦把它拉到兩倍 是不是可以兩倍變焦 清晰度是不是還是稍微會有點差 當然是有差 但是以他來講 他覺得說 好 我先繞回他的一個最大重點 你真正會用到兩倍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沒錯 第一個 我兩倍不會那麼多 第二個 iPhone 11跟iPhone 11 Pro的容量 同樣是64G 差了一萬一千塊台幣 我差的是 我差的是那一萬一嗎 我差的是那兩三萬好嗎 沒有啦 但是因為 11 Pro 他是有夜幕綠的 夜幕綠就是他這次 搶打的重點很漂亮 iPhone 11有很多新的顏色 有那個 那個粉質 那個粉質 粉質 粉質 你想要那個視覺效果要更好 然後你覺得在一些很要求鏡頭上面的 比如說他三鏡頭 他可以解釋更好 我覺得iPhone 11 Pro就是你的選擇 你的錢再多一點點 對 但是 如果我跟妳講一點點 有錢的考量 11很夠了 真的 因為11 有廣角鏡跟超廣角鏡 你知道11的廣角鏡 等同於前兩三代的哪一顆鏡頭 你們兩個猜一下 天啊 我睡著了 你在說什麼 我的iPhone X的那一顆主鏡頭 1200萬畫素 就是他所謂的廣角鏡 哦 所以他這次真的是很有感升級 很有感啊 他就把那個鏡頭進下來 再加上一個超廣角鏡頭放進來了 OK 那這樣子讓觀眾們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自己要買哪一支 你們大家 對 但是我個人會投iPhone 11 Pro 因為我覺得我是Pro 因為你就想要那個綠色啊 反正我就選11囉 好 你選11是不是 好 等一下 助理你選哪一支 我選11 價格上考量 我覺得他才不是因為價格 他是因為那個顏色好不好 但最後我還是補充一下 他就是容量128G的iPhone 11 對 因為11 Pro跟11 Pro Max都是64G 直接跳256 256跟512 唯一有128G的就只有那個iPhone 11而已 OK 你選什麼 你就是你們自己選擇啦 告訴我們你選什麼 寫在下面 還是你已經買了什麼 寫在下面 最好 現在最希 nuestra 我和你就是 爭啦 我而起 謝謝你 謝謝 我們